2022年花样滑冰市井赛正在进行中,男单没有与生结弦和成为,女单没有谢尔巴克娃、特鲁索娃、瓦利耶娃。 本届市井赛星光暗淡,缺乏看点。 日本队成为最大赢家,甚至有人开玩笑,这届市井赛变成了日本国内花样滑冰锦标赛。 冬奥会同牌得主,版本花枝在短节目比赛中创造了升夺冠大热门。 短节目之后,与野昌摩、剑山优真、游野依稀包揽前三名,得分依次为109.63分、105.69分和101.12分。 很多人说,与生结弦有了接班人,日本男子丹仁华的整体实力确实很强。 未来某一天,如果与生结弦退役了,日本男子丹仁华应该还可以维持在世界顶尖行列。 不过,现在说与野昌摩或者剑山优真成为与生结弦的接班人还早了点,他们较巅峰时期的与生结弦差距还是比较大的。 另外一点,本届市井赛的打分引发了争议,这里不再展开详细讨论。 简单来说,对比与生结弦之前的表现和分数,打分方面值得商圈。 女单方面,没有谢尔巴克娃、特鲁索娃和瓦利耶娃,北京冬奥会得主板本花枝成为大赢家。 短节目比赛中,板本花枝夺冠。 日本组合三浦离来,墓园龙一夺的银牌,也创造了历史。 不过,奖牌的含金量确实很一般,毕竟双人华缺少了在冬奥会拿到奖牌的组合。 接下来,本届市井赛还有多少看点呢? 可能就是男单冠军归属,是渔野昌摩还是剑山优真呢? 而作为和市井赛对抗,俄罗斯本国也在25号举行第一频道杯比赛。 千金当选第一频道杯队长,并晒出练功防视频,丝毫未被市井赛影响。 俄罗斯花华队的第一频道杯将在3月25号到27号在萨兰斯克举行。 谢尔巴克娃将带领北京冬奥会多位奖牌选手登台现舞,这个关注度很高。 千金、特鲁索瓦、瓦利耶瓦虽然都无法参与市井赛,但他们并没有落下训练。 3月23号,千金晒出了自己在练功防的视频,他再一次向外界展示了他的招牌动作。 他无愧是手握多个世界纪录的奥运冠军。 视频中,千金轻车熟路的就来了一个空翻旋转,看起来毫不费力。 17岁的他已经拿下了三个体育大师头衔, 有了他成为第一频道杯的队长,相信第一频道杯必然收视率爆表,而市井赛则沦为笑柄。 千金此前表示过可能会兼职当一名花华教练, 但俱乐部与体育局依旧为他安排了很多的比赛来保持竞技状态。 第一频道杯后又有城市巡回赛,所以他能继续自己的运动生涯不需要转型了。